做什么美梦 天下哪有什么天降的美满 又痴又蠢 娘娘 陈重新温了些汤 让人烫了羊肉酥饼 娘娘静一些吧 娘娘 这羊肉酥饼 不是宫中的做法 恰是陈 昨日去大象国寺集市上买来 想做今日夜宵的 若是陈没记错 从前娘娘曾说起过 天下的羊肉酥饼 最好吃的 就是向国寺集市上老崔炕的 当日 娘娘将这心得 作为搭车回府的酬劳 送给了她 竟然是你 之太后去世期 一世连着去世 张先生不必费力 编理由安慰我 我知道官家国事繁忙 家事一事烦恼 我也明白 立我为后 只是这诸多烦恼之中 他需要接受承担完成的一件 他已经在文武百官面前 完成了这件事 现在只是想泄口气而已 谢谢你 我最难过 和最狼狈的时候 都遇见了你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